19岁没有眼心 19岁有什么 有一颗养老的心吗 这就叫人歌合一 你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看表演看到起机比疙瘩的 我超过犹豫的展示我对你的喜欢 舞台2023半决赛落下帷幕 全国五强选手诞生 卓海豚乐队在孟美琪的帮助下 以第一名的成绩晋级总决赛 另外四强选手是 吴瑶涛 张玉子 李佩玲 王OK 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 张玉子 EV对决 张玉子 你是一个超级能力者 这一场已经来了 你要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他做得特别好 你一直为他 一个现实的天堂 一开始 张玉子的势头非常的旺盛 很多的网友认为他有夺冠的可能 看得出来节目组也在努力的打造他 给足了镜头 然而张玉子自从出舞台之后 所有的演出虽然都拿到了不错的名字 但并没有让大家感到惊喜 因为他的初舞台实在是太惊艳了 导致网友们对他的期待过高 每次与你相逢 我的心跳疯狂 放着情绪来作呢 我爱的雨滴 然而后面的演出又不能超过出舞台,自然大家就失望了,这也是张玉子没有活起来的原因,典型的高开低走,后面的表现撑不起来,节目组再怎么捧都无济于事。 在半决赛结束的媒体见面会上,一个媒体人对张玉子的提问非常的犀利,他对张玉子说,如果舞台2023就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今后的五年十年不会有比现在更高光的时刻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其他的媒体人对于这样的提问认为有点诅咒的意思,那不就是直接的认定张玉子今后的发展不起来了吗?但实际上这个提问值得深思。 因为这样的选秀歌手太多了,看看好声音节目史上的11个总冠军,有几个活起来的? 大多数都是在夺冠之后碌碌无为。 就说,跟张玉子一起进入舞台2023总决赛的李佩玲,好歹也是上过好声音总决赛的歌手,后来还参加过歌手当打之年,可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基本上还是在原地踏步,不然就不会以选手的身份再次参加选秀比赛了。 说真的,我基本能够预料到张玉子近十年的状况,毫不掩饰的说,几乎不会有什么作为。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微博粉丝,比赛都快结束了,才涨了13万粉丝,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真的没有红起来的迹象,表面上看起来观众员还不错,但实际上网友们对他没有太多的期待。 而据知情的网友透露,舞台2023总决赛已经录制结束,最终离佩玲夺冠,而张玉子获得了第五名。 舞强垫底,原因是他在总决赛舞台上大翻车,至于是什么样的翻车,不得而知。 我认为张玉子今后最好朝演员的方向发展,他当歌手并不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况且他也不是专业的歌手,还是当演员更合适,说不定还有发展起来的可能。